看死了没用就不看呗 反正我们家是男人 又不吃亏 作为冯小刚背后的女人 徐帆笑意盈盈地在精心秀里表达了自己对于丈夫不乖的看法 或许正是他这种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做法 才让冯小刚潇洒四亿了这么多年 冯小刚接受采访 终于回应了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名传闻 原来 他和徐帆出现在国外只是送女儿朵朵出国读书 从来没有过移民的打算 除此之外 冯导又说了句引起争议的话 作为公众人物 只能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不过 早已不买账的网友们似乎对这话并没有什么认同感 这不 没到晚上 有看不下去的余记就报了冯导的料 徐帆领养的女儿朵朵 其实是冯小刚的私生女 不仅如此 冯导在生育方面似乎还有点问题 这则爆料一出 不少网友都表示幸福 原因无他 朵朵跟冯小刚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去年 冯小刚带着16岁的朵朵出席某电影首映 两人搂在一起的图片任谁看了都不会想到朵朵竟然是领养的 看那下垂的眼睛和嘴形 再看看二人几乎一模一样的脸型 好像很少有领养的孩子能跟爸爸越长越像吧 而且 就连冯小刚跟前妻的亲生女儿冯思雨都没这么像他 此外 那么爱冯小刚的徐帆 自1999年结婚至今24年都没为他生下一儿半女 反而选择领养一个小姑娘 这事儿多少也让人有点好奇 倘若朵朵真的是冯小刚的私生女 那就意味着徐帆心甘情愿当养母十几年 为老公照顾着她的血脉 这种包容还真不是一般女人能做到的 大家都知道 当初徐帆跟冯小刚认识的时候 她早已结婚有了家事 为了追求真爱 年轻漂亮的徐帆没名没分地跟了她整整八年 而冯小刚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让大美人徐帆如此痴迷 一字偶然 冯小刚跑医院看望兄弟 看上了人美生田的护士张帝 尽管冯小刚人长得不杂的 但是凭借着能说会道的嘴和军人滤镜 还是成功将张帝拿下 1984年 二人登记结婚 一起挤在几十平的小出租屋 六年后 张帝为冯小刚生下女儿冯思雨 那时候的冯思雨 还叫做冯思雨 1991年 郑小龙愁拍编辑部的故事 谁知都准备开拍了 最重落的剧本给不小心弄丢了 好巧不巧的 冯小刚脑子就是那么活套 竟然将剧本硬生生写了出来 这风头一出 冯小刚直接从打杂的晋升为编剧 时不时还能为导演贡献出来 那么一两个好点子 1992年 冯小刚在大萨把剧组当编辑 认识了大美女徐帆 一开始 她对徐帆的外表并不惊艳 甚至还跟葛优说 这片儿不错 就是女主长得不杂的 后来 随着接触加深 冯小刚逐渐被这个漂亮的女人吸引了全部注意力 过了段时间后 冯小刚找徐帆研讨剧本 刚好碰上她被王志文赶出家门 聪明的男人 总会在适当的时候来上一出英雄救美 就这样 气阴般的徐帆 投入了冯小刚那不算宽广的怀抱 1993年 历练了一阵子的冯小刚进步飞速 渐渐也有了当导演的样子 冯小刚连拍几部电影叫好又卖作 与此同时 张帝也终于发现了她在外乱搞的事实 不过 张帝这人 打小就没什么争强好胜的脾气 尽管冯小刚天天朝徐帆屋子里钻 嚣张到夜夜不归家 她也毫不在意 后来 冯小刚又拍上了坏艺兄弟的高知儿 美人在怀 事业红火 而张帝也终于散了维系这段表面婚姻的心思 索性跟冯小刚领证离婚 这刚好如了徐帆的意 莫过几个月 她就摇身一变形成了冯岛夫人 婚后的徐帆把冯小刚里里外外照顾得妥妥贴贴 简直就是她第二个妈 而冯小刚也持续发力 用一步步优秀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那几年 她嚣张到在采访中说 没办法呀 没人抄得过我 拍什么都能有票房 简直就是孤独求败 2006年 徐帆领养了小姑娘朵朵 据说还因为这事跟冯小刚大吵了几小时 有句话叫男人一有钱就变坏 更别提冯小刚还没钱的时候就出轨徐翻坏的可以 2009年 俩人结婚十年的时候 冯小刚夜会刚离婚的美女主持冯兴 悄悄咪咪一起待了几个小时 2012年 冯小刚拍那部私人定制的时候 又传出来跟你主角白白和有了点暧昧关系 后来 她拍老炮儿的时候 跟性感美艳的许晴一同跑到国外旅游 本以为熬了那么多年的徐帆会动不动 捏酸吃醋对着冯小刚大发脾气 谁知人家根本就不在意 我哪拦得住人家朝他身上扑啊 管不住就不管了拜 反正他也不吃亏 不知是真不介意还是假装不介意 反正表面上的徐帆还是开开心心地 当着冯小刚那听话懂事的妻 事业正当红时 冯小刚与话一签署了对赌协议 这也是为什么 那段时间 冯小刚拍的片子来者不惧 不管好片子还是烂片子 只要给钱 只要赚钱 冯小刚都会接手 只是冯小刚对自己似乎太高看了 最后对赌失败 冯小刚赔偿了换艺公司两个多亿 赔了钱 冯小刚的招牌也被砸了 许多人纷纷说他为了钱无底线 拍的全都是垃圾电影 面度大众的评价 冯小刚并不服气 他在发布会上回应到有垃圾电影 那是因为有垃圾观众 没有垃圾观众就不会有垃圾电影 冯小刚将所有的过错推给大众 这一做法立马引起了许多人的抗议 就垃圾电影而言 有人反驳到制作有毒的食物 跟吃有毒食物的人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电影上映前 大家并不知道这是垃圾电影 是在看过后才觉得这是垃圾电影 冯小刚将事情的因果顺序颠倒 推卸责任 被大众看不起 之后从1942到我不是潘金莲 再到后来的芳华和只有云之道 无论哪一部都回不到曾经的名气 对此 冯小刚表示我已经赚够了钱 有了足够的名气 拍什么东西不用再听大众的意见 我只想取悦我自己 但是 身为一个导演 要从观众身上挣钱 只知道一味的抱怨而不是反思自己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之后经过多年的打磨 创作了电影《芳华》 意图致敬当年在文工团的岁月 原本电影上映后 把冯小刚的口碑拉回来一些 但是在剧组庆功宴上 冯小刚让女主角的扮演者当众跳舞仪式曝光后 冯小刚私下的真面目曝光 遭到了许多人的抵制 后来有网友发现 演员蒋依依将冯小刚告上了法庭 蒋依依是童星出身 本身很自带话题 后来又考进了专业的表演学校 原本应该不缺影视剧拍摄 但是有人发现她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拍戏 或许是因为无戏可拍 蒋依依将自己的公司告上了法庭 冯小刚就是蒋依依公司的实际幕后老板 蒋依依打官司后许多粉丝表示希望早点解约 让冯小刚放人 如今蒋依依陆续接到了影视角色 但是降级太严重 以前的知名团队班底 如今换成了小成本网剧 华表奖已经落幕好几天了 但余温久久没有散去 除了官方镜头里的内容 一些网友和明星拍摄的视频 更能把一个真实的娱乐圈展现在大众面前 这次华表奖 陈凯歌妥妥的大赢家 他作为总导演的《我和我的祖国》 腾出了影帝张艺 影后人素希 同时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接连 让他成为了优秀导演 别提有多风光 对比之下 更显冯小刚的诗意 《我和我的祖国》是2019年的电影作品 那一年冯小刚也有电影上映 那就是他指导的《只有云之道》 比起之前的电影 《只有云之道》 不止票房差 口碑也不尽如人意 纯粹的平庸 就像一杯白开水 类似的影评 把冯小刚的导演 才能抨击得一无是处 让人意外的是 曾经不可一世的冯小刚 这次面对《只有云之道》的失利 获达了很多 放低姿态地说 这一票是250万观众所赐 您花了钱 骂几句出出气很正常 这是人之常情 继两年 冯小刚并没有好的电影作品拿出来 所以华表奖最佳导演的角逐 他自然也就成了局外人 此番来华表奖 更多是个称场面的工具人 不得不说 华表奖这一页 江湖地位 人情事故在冯小刚的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曾经的冯小刚 是出了名的小刚炮 在人红是非多的娱乐圈 往往说多错多 可他却偏偏想到什么说什么 那些年冯小刚之所以口无遮拦 是因为他有实力 有资本 背靠着画意兄弟这棵大树 数不清的好本子找上门来 所以那些年冯小刚争议多 佳作也多 是到如今 就算是孤独求败的冯小刚 也不得不承认 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 早已过去 就算是孤独求败的冯小刚才 就算是孤独求败的冯小刚才 就算是孤独败的冯小刚才 就算是孤独败的冯小刚才